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留言说做烫面炸糕总是爆 外皮还没有脆度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做炸糕的技巧 做好之后不但脆还留心 也特别容易学 首先是面粉 咱们需要准备高筋粉 150克 再准备5-8克猪油 先把猪油搅拌匀防止凝固 然后准备开水 90克 开水一定是刚烧开的那种 一定要把面烫透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烫透只是把面烫熟而已 并不是烫过 如果烫过 面粉中的蛋白质会出现糊化 那个时候就比较粘 吃起来的口感就不太好 所以只是烫熟 千万不要烫得太过 另外大家还需要注意 这个水量千万不要太多 不要把它弄得太稀 加完水之后 像这样能成块就可以 假如把面活得太稀 咱们后面不管是揉 还是在包这一步都很难做 然后揉面就是为了把里面的干粉块 给它揉干净 干粉揉干净之后 咱们需要把面揪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散热 这次散热呢 主要是让它不要太过糊化 也就是防止烫透 一定要把它晾一下 晾的时间呢 大概三五分钟就可以 晾的程度 只要咱们手摸上去 不会烫就行了 千万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弄得冰凉那就不OK了 咱们直接拿在手上也不会烫手 温度刚刚好 像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再加上10克猪油 这次加猪油就是让这个面吃起来更脆 然后在面盆里稍微揉制一下 揉的时候呢只需要把猪油吸收进去就可以 猪油吸的差不多了 需要放在案板上继续揉面 主要是把面团揉的光滑一些 再次揉面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让面团的组织衔接更加紧密 这样咱们包好在炸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有裂痕 包好之后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一定是比较光滑 没有裂痕 成为一个整体 就OK了 接着把面团搓成长条 搓条的时候记住不要太粗 下剂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大 尽量在15到18克就可以 剂子下好之后还需要盖住防止风干 然后取一个剂子放在手上按扁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按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 只在中间弄一个小窝就可以 面皮千万不要弄得太薄 一定要稍微厚一点中间按个窝 然后再往里放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放馅的时候 只需要把中间这个小坑填满就OK 不要过分多也不要太少 像这样放出一个平面 再一个咱们这个糖馅呢 尽量面粉不要太多 糖稍微多一点 它就有流心 然后像这样直接给它兜上去 口一定要稍微收的深一点 不要留的太薄 太薄的话也容易爆开 多余的部分也不要揪掉 直接放在下面 像这样给它团一下 一个就算完成 这一步的难点就在于面皮 千万不要弄得太薄 如果面皮掏窝的时候太薄 咱们这样压一下 它两边会变得更薄 炸一下一受热 它里面的压力变大 它就容易冲破 所以按面皮的时候 咱们中间掏一个小窝 下面稍微厚一点 然后再包上就OK 下一个重点是油温 这个油温呢 基本上在四成就可以下锅 下锅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咱们这样出泡泡就OK了 这时候还是要保持小火 咱们稍微给它翻动一下 防止它粘底变老 直到炸糕全部浮起来 这时候呢 火力稍微调的大一点点 主要是为了让它上色 炸的差不多了 就像画面中这样 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用青油炸和用老油炸 它的颜色深度是不一样的 不要追求过于老 炸糕捞出来之后 稍微沥一下油 放在盘里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表面这些斑纹 这就是一个脆皮的表现 咱们轻轻一按 成小块的碎裂 像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在家里做的时候 注意好咱们前面说到的 包括烫面的程度 吸稠度 还有在包的时候 这个面皮厚度 放下的量都要注意好 这样咱们在家里面再做炸糕 就比较容易 也简单一些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